犯罪心理学博士与变态杀手之间的较量 大城市底特律最近平发命案 警方委托博士侦查线索 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为 凶手人间蒸发 为了调查罪犯 博士带领手下开展极限追踪 在城市的地下 正举办一场拳击赛 一个面容瘦削的男子拿着一打钱 找到拳赛经理说 要亲自上场 并且压自己赢 对方看他身材不是很壮 心里想着这钱看来是赚定了 愉快地答应让男子比赛 入场时 周围传来一片虚声 没见过体型如此单薄的拳击手 男子刚开始的表现并不怎么样 一直在防守 随着时间推移 似乎积攒了某种洪荒之力 画风突变 只见男子一个重拳出击 打得对方当场倒地不起 男子不罢休 一直很下毒手 还把对方的胳膊掰断 周围的人大声堵秒 最终男子获得胜利 而他不是别人 正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外号毕加索 擂台下 有个富婆邱芬看上了毕加索 邀请他到自己的私人豪宅里见面 邱芬施展美人计 和毕加索亲亲我我 都快生米煮成熟饭了 只见一个注射器 突然扎在了邱芬脖子上 毕加索看来是个不尽女色之人 接着 他将豪宅里的保镖全部杀死 第二天 警探克洛斯带着搭档汤米和莫尼卡 来到案发地 在豪宅里 他们发现三名保镖的尸体 昨天夜里应该是经历了一阵激战 在主卧里 看到横躺在床上的邱芬 克洛斯通过现场判断 凶手只有一个人 且手段十分残忍直接 应该是一名职业杀手 克洛斯又在保险柜里找到死者的电脑 和一张毕加索风格画 他知道 这一定是疯狂自负的杀手 故意留下的线索 回到警局 中案组对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 莫尼卡查到 受害者邱芬是一家跨国企业的财物 尸检时 发现脖子上有皮下注射的痕迹 目前 政务组正在进行药物检测 技术部门则通过找到的电脑 查到死者经常通过加密邮件联系的两人 摩西尔和努马克 莫尼卡发现 摩西尔是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长 而努马克 则是同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死者邱芬 正是该企业的高级财务主管 克洛斯一直在研究那幅画 他注意到 当话重叠时 出现了两个字母义恩 猜测下一个目标就是努马克 带领众人快马加鞭赶往跨国公司 他们亮明身份 静止前往努马克的办公室 与此同时 毕加索通过大楼的供水管道 潜入内部 水压系统开始报警 他从卫生间出来 偷袭两个保安 克洛斯意识到杀手已经进来 命令众人加快脚步 很快 他与毕加索在一个会议室碰面 举枪示意杀手缴械投降 对方乖乖听话 没想到 一个转身就丢出一枚炸弹 索性克洛斯反应及时 俯身躲开了 爆炸的冲击力 把从会议室外经过的莫妮卡推飞 汤米听闻炸弹声音 立马赶了过去 看到毕加索正从楼到逃离 急忙开枪 杀手为了尽快离开 再次引爆炸弹 趁机从下水道逃出大楼 警方没有抓住凶手 三个警员在一起讨论说 这个杀手极为狡猾 手段高超 克洛斯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之后 三人赶到了郊外的一处豪宅 这里是跨国公司董事长摩西尔的家 被保护起来的努马克 也出现在这里 克洛斯打算问问 公司是不是得罪过谁 才招来杀身之祸 只见大富翩翩的摩西尔缓缓走到客厅 伸出那只戴着十四克拉红宝石戒指的手握住克洛斯 简单又不失礼节地打了个招呼 克洛斯开门见山 直入主题 对方回答 也许是 最近的一项城市改造项目 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因此遭到算计 镜头转到毕加索的住处 眼看自己的任务 被克洛斯等人打断 他的偏执人格发作 开始疯狂涂鸦 将三名警员纳入自己的杀人计划中 决心要报复他们 一天 克洛斯和妻子玛利亚 到一家餐厅庆祝结婚纪念日 他接到搭档莫妮卡的电话 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马上猜测是毕加索劫持了莫妮卡 接着收到一张 搭档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照片 克洛斯十分生气 问对方到底想怎么样 毕加索带着有些癫狂的声音说 因为有些人破坏了别人的快乐 所以要加倍偿还 知道克洛斯和妻子在餐厅 准备了一个纪念日的惊喜 此刻 毕加索已经来到餐厅外的一处建筑里 瞄准克洛斯 却因为看到玛利亚从其身旁经过 坐在室外的餐桌上 临时改变了主意 他想让克洛斯感受失去挚爱的痛苦 砰的一声 玛利亚被击中倒地 克洛斯健壮 跑步去抱着尸体痛哭 处理完妻子的后事 他和汤尼讨论毕加索的情报 他们拿到了注射在丘芬体内的药物报告 是一种核臀类神经毒素 人体在注射后会全身麻痹 意识却始终清醒 这么一看 当时丘芬能清晰地感受到 毕加索对他进行的每一次折磨 此前处于极度恐惧当中 杀手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 可以说是十分变态了 莫尼卡可能也受到了同样的痛苦 这让两位警员十分气愤 克洛斯注意到 这种毒素的半衰期为24小时 判断此毒素应该是从本地弄到的 一想到 自己的妻子和好搭档被害 克洛斯下定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毕加索缉拿归案 他悄悄溜回警局的政务室 偷走了几样政务 这些都是来自当地一个黑帮老大 霍利迪 随后他找到霍利迪 提出条件 说可以把关键政务还回去 并撤销一些官司 希望对方利用巨大的人脉圈 把研制神经毒素的人找出来 霍利迪看到旁边还有一把枪对着自己 威逼力右下 查出了研制神经毒素的混混 克洛斯和汤米得到消息后立刻动身 找到齐具点 一顿暴揍 让混混心服口服 并找出买家监控 看到毕加索的车牌号 克洛斯联系同事朱迪帮忙查一下号码 很快得到回复 号码所属的车正在去往联邦法院所在的街区 半小时后那里会举行一场报告会 摩西尔将出席汇报 克洛斯和汤米听完 深感大事不妙 急忙赶往法院 朱迪继续跟踪车辆 发现其停在一处轻轨站 他刚想通知克洛斯 却发现所有的通讯都中断 原来是警方为了会议安全 防止遥控引爆 而屏蔽了联邦法院 方圆20条街区的信号 与此同时 毕加索坐上了轻轨 他一连几枪 射杀几名工作人员后 拿出电脑 连接上轻轨的电脑中控 控制了轻轨的速度 接着 安装好一个支架 从包里取出榴弹发射器组装好 摆好射击姿势 瞄准外面 摩西尔到达法院门口 克洛斯和汤米 也在差不多的时间赶到 环顾四周 克洛斯的大脑疯狂运转 思考毕加索会以什么形式进行刺杀 当看到远处的轻轨高架 他灵光一闪 猜测 毕加索会做轻轨进行攻击 他赶忙朝着摩西尔方向跑去 企图让人远离法院 说时时内是快 毕加索在轻轨运行到法院对面时 火断射击 只见 一个火流星搜地冲到法院门口 顿时火光四射 摩西尔被当场炸飞 死无全尸 克洛斯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 不过 很快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 让警方取消信号屏蔽 立马和汤米跑到车上去追毕加索 克洛斯赶忙联系朱迪 继续调查汽车行踪 得知毕加索的车 停在旧密西根剧院 那里已经改建成了临时停车场 完成刺杀的毕加索 正得意地放着音乐 就在他刚驶出停车场时 被赶到的克洛斯撞了个正着 剧烈的撞击让毕加索头破血流 顾不得太多 爬出车外逃到剧院里面 汤米直接昏迷 克洛斯下车亲自动手 追着毕加索一路到了剧院顶层 这里年久失修 墙面脱落得不成样子 整个建筑有种摇摇欲坠之感 两人在裸露的钢筋上展开对决 你一拳 我一脚 还别说 不知是主角光环 还是克洛斯有点水平 他和职业杀手毕加索交手几个回合 内心十分坚定 要把这个变态抓起来 绳之以法 已经妻子在天之灵 不过几番缠斗下来 还是打不过毕加索 杀手以丰富的对战经验 找出克洛斯的弱点 趁其不被将人打倒在地 经典的反派死于话多的场面来了 本来可以直接解决 但是他非要来点刺激 拿出随身携带的神经毒素 准备一针扎下去 趁这个功夫 克洛斯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 直接扎进毕加索的胸口 就这么一小下的挣扎 让剧院的地面承受不来 瞬间他下去 露出一个大洞 克洛斯幸运地抓住了一个钢筋 毕加索抓住了他的腰带 这怎么能行呢 只见 克洛斯毫不犹豫地一脚狠狠踹在杀手的脸上 对方手一滑 重重掉在下面的停车场里 克洛斯这边也有点撑不住了 眼看就要坠落 好在汤米及时赶来 抓住了克洛斯 成功将其救起 伤痕累累的两人 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 克洛斯说一切还没结束 汤米一脸茫然 克洛斯解释道 法院遭受袭击的那天 摩西尔本人并没有死 因为他看到 那个冒充的人手上没有戴着红宝石戒指 经过几天的调查 他找到摩西尔更多资料 了解到 在几年前的金融危机中 摩西尔的公司损失惨重 为了度过危机 摩西尔伙同其首席运营官努马克和高级财务主管修坟 进行资产及账目造假 之后为了毁灭人证 他雇佣杀手毕加索去解决 然后再用戒势还魂的手 让保镖踢死 自己则跑到国外 克洛斯给摩西尔打电话说 已经知道了一切的幕后主使是他 让其乖乖束手就擒 摩西尔说 对于玛利亚的意外身亡表示遗憾 自己没有安排毕加索杀他 希望克洛斯能够放自己一马 听到这话 克洛斯火冒三丈 如果不是摩西尔 妻子根本不会遇害 并且摩西尔的其他行为 也早就构成犯罪 他郑重发出警告 已经查到对方在马来西亚的住处 并收买好那里的人 放了两包面粉 就等着警察上门吧 没等挂电话 马来西亚基督警察就出现 将摩西尔抓捕起来 一切终于画上句号 这部电影算得上是制作精良的警匪片 虽然剧情稍显老套 存在个别细节漏洞 但是节奏把握很不错 整体上还是完整的内容 其中的打斗和枪战场面也是十分火爆 相当血腥暴力 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 曾参演这个杀手不太冷的 让雷诺和迷失的马修福克斯 在这部片子里大变样 差点没有认出来 演员表现也很给力 总体看下来 是部足够精彩的动作片